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交通部观众局的景点是全国第四名 那如果是以宫庙来讲的话是第一名 李明达是武德宫的信徒之一 从小就跟着父母从台北来参拜 而闻武德宫要借AI捕人力短缺问题 李明达正好能提供自家技术 第一个人流是希望能够取代门口的按码表 主委这边希望说不要说用喊的 就是说大家看看20万人 那这个希望有比较精确的 那所以我们公司就会提供人流技术的方案 在庙的门口正上方有放摄影机 那人进来就是点人头的方式 那目前可以做到是完全零失误 传统庙语结合最夯AI 武德宫更砸重本买下AI主机 北纲武德宫香火鼎盛有不少信徒都会来向财神爷求签 不过现在解签的人力有限 武德宫也结合AI科技帮信徒解签 点香来到武财宫面前求签 行归代表神明同意 抽签之后得到神明指示 取出属于自己的签诗 但签诗都是文言文要怎么解 过去就是翻解签的本子 或是拿去问解签的师兄师姐 但现在透过手机输入所求知识 AI大神直接解惑 不止如此 AI也能辨识栏文 神明降价的时候会有栏生在桌上 会用逃笔写出文字 旁边笔生就要很快速的记录 目前累积了 应该有几十万篇 可能有上百万篇 用AI来辨识 先学 目前已经学了将近三千个字 这背后的推手 正是武德宫的主委林安乐 将这个服软记事完 其实财神明针对你的问题 他给你指引 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诗文 之后交到你手上 财神明其实答案都讲了 但是你一头雾水 因为你可能看不懂文言文 所以说我们过去都有配置 这样的一个解签的人员 对于AI的掌握 虽然也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觉得说可以透过这个AI来辅助 林安乐毕业于台大经济系政大金融所 曾在金融业打滚多年 2011年结下家业担任主委一职 家主理有说早年财神明 那个服软降价软委 有指示到的是我这样 因为我也有在企业的管理经验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主委要做什么 我想说应该 公庙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答应 我想说挂个名 应该是无法 就是这样阴错阳差 就踏入这个行业这样 其实我们一直在用 看起来很新的方法 做最传统的事情 其实我们还是在做 提供最传统的服务 比方说线上 我们帮助你点灯 线上我们帮你登记 去补财库 用企业管理的模式 经营公庙 提升信徒们的体验 线上点灯 补财库已经步新潮 这几年来 武德工不只开发文创IP 还发行NFT 现在与AI接轨 一直走在趋势上 最大的效益 其实就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 其实你等一下去看说 到大殿去看 尤其是周末 其实会发现说 武德工信众的组成不同 第一个当然是信仰的性质 说主神是管财富 一些人都在创业阶段 要求事业要起飞 要顺利 所以说可能顶多就是三四十岁 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或者说刚进入社会 我希望找到一个工作等等 所以信仰的特性本身 会吸引比较年轻的人 传统文化透过数位转型 民间信仰更升职人心 TVBS新闻程序 我们浩宇云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